我42岁了 从来没有后悔过任何一件事情 来新疆一年 应该是我人生经历的一个亮点 怎么可能后悔呢 我是霍开杰 是来自安徽省楚州市 定远县的一名原家老师 2021年8月初的时候 接到我们领导的电话 有一个原家名额 需要音乐老师 愿不愿意来 一直在课本上学到 我们中国最大的省份新疆 那新疆到底有多大 没来真的不知道 这次来了也是一个深刻的体验 更何况响应国家号召 哪里需要 我们应该去哪里 到这边带了八个班的音乐 一个星期都有十六 十二节课 合唱社团 每周三次 教育主力应该能算得上 咱们皮山这边的音乐老师 这块还是很紧缺的 很多知识 孩子们基本上 是空白的 上次问了一个问题 你们以前的音乐课 音乐老师是怎么上的 朋友们告诉你 老师我们以前音乐课们上了 我开始上课的时候 我每天会在黑板上 就自己随性地写四小节段试唱 Dore mi mi fa so 我每节课都会带着他们唱 尽可能地把他们之前小学阶段的音乐课的确实不凡 能多补一点就多补一点 咱们班有个学生 因为阿斯非常想学阶段 他直接就拿了一百块钱给我 和老师我只有一百块钱 你能不能帮我买衣服 然后当时我就把我的笔子给他 每次上他们班的音乐课 快下课的呢 就两三分钟的时间 然后问他说 怎么吹出来第一个音 然后我们怎么去练的基础知识 那肯定就是想 我想把我买的都交给他了 管小刚是学校给我安排的 参帮带阶队的老师 这没事就是想找他多聊一聊 把我们的经验和方法 传递给本地的老师 会对他们是一个大的触境 基本上这些东西 以我这个三脚线为准 不允许往里面跑 你们都在这三脚线 你不要单独地站在这儿 这一年的云江盛雅也就结束了 组织这次的快闪活动 可能是最后一次 带着同学们组织活动 会影响他们以后什么 现在说不准 但是我敢断言的 就是往往一件小事情 可能会影响一个人的一生 歌唱祖国他们原本都会 但是反而错因多的是歌唱祖国 我带着他们改 都改了无数次了 担心他们这个流程的问题 然后我们在扣这个动作的时候 笑容这一块 上舞台我们一定要展现自己最好的影响 华老师很好相处 讲的课也很有趣 老师每次给我们讲很多 菩萨 然后这么长节奏 都是一个一个讲 我们再坚持一天 明天下午我们去完整的表现 我们近期排练的成果 好不好 好 一二三 加油 好 其实这地方有很多美景 很多美的音乐 就是我们开大巴车的司机 他会我们本地的很多音乐 杜达尔 热瓦 我都是在他那里看到的见到的 和他在一起挖了20分钟 我感觉挺好 一个人在这说真的挺不容易的 有时候也挺想架的 其实有时候我老婆说 你怎么不跟我翻译 你也不跟我打电话 其实我都是不想打电话 我自己感觉越打电话 越看见他们 越想 所以与其那样不如忍一忍不打 来一张视频 又是一天 我就这样想 演出前的那几分钟 我特别紧张 当我们和尚团的成员 开口唱歌的时候 所有的观众一下都安静下来 我们和尚队的队员 动作 笑容 队形 各方面表现得也很棒 意想之外的歌声 最后一句结束的时候 同学们一下手都起来了 都在嗷嗷地叫 派着掌到处跑了 说明孩子们 应该达到了很开心的一种 那学期结束了 我不懂吗 感谢同学们 对老师的敬爱喜爱 其实做老师也挺好 有那么多人记住 挺好的 我从来没有后悔过任何一件事情 应该说这一年圆江生活 是我一生的一个美丽的闪光点 以后我会出时间再来的 再次做老师 这一年圆江生活 有什么事 有什么事 可以做到哪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